世大运刚落幕 是在世大运英雄大人行之前 国民体育法也在31号中午三读过关 对国内体育制度和单项协会做重大变革 回应运动员和各界改革的期待 国民体育法修正通过 国体法内容聚焦单项协会改革 规定中央级政务官民代表不得担任李建世 理事长会长韩秘书长也订出排黑条款 为阻断特定人士隆断把持 规定理事长会长和秘书长之配偶 和三亲等血亲或一亲等殷亲 不得同时分别担任李建世 也不得聘雇为专任工作人员 且秘书长或副秘书长 必须有体育管理专业 为破除临选不公 将设有仲裁机制 而任期四年内等连任一次等 献给这一次四大院为台湾奋战付出的选手 献给长期以来为能被公平对待的运动员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不再有选手需要相忍卫国 我还是再次强调 体育专法还是胜于国民体育法 特别是有关于学校体育的部分 很多的地方的部分里面呢 我们真的是要严格的再次来做一个修法 国体法审查版本一度将中华奥会专章名称及条文 都曾改成国家奥会 引起中华奥会忧虑 曾被亲民党拉下协商 最后三度版本仍然维持中华奥会之名 国家奥会这个区立法并且登记的话 会引起国际体坛社会 对我们说是不是违反当初跟国际奥会签订的协议 那么就会影响我们选手参赛的权益 还有我们大家去参加国际体坛会议 以及最严重的是在台湾举办国际赛事的权益 根据国体法规定 单向协会以开放人民参与为原则 各县市运动委员会和各级学校都纳为团体会员 并在六个月内调整会员代表人数 召开会员大会改选离间市 记者综合报导 参加国际体坛